美之飞机深夜闯中国领空 南昌防空部队当场三弹击落 1962年9月9日晚 随着三声导弹炮响 一架美之U2侦察机 直直地坠落到了南昌的罗家级附近 而机上的唯一一名飞行员 在跳伞后被俘 但由于伤势太重 哪怕是抢救也没能救回幸运 最终死亡 很快 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国际社会 各国都瞪大了眼镜 他们无法想象 一个刚刚组建防空部队的国家 竟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干掉 美国的U2侦察机 这实在是太牛了 美国的U2侦察机 还有一个别名 叫黑寡妇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可以不分昼夜地 在21336米的高空 执行全天后的侦察任务 可就是这么一架战机 就这么轻松地被中国解决了 外国岂能不吃鸡 事实上 在这场空战当中 我军纳是运用了大致汇吻 1961年 在美国的支持下 蒋介石手底下的空军 成立了黑猫中队 开始使用美之U2侦察机 对大陆进行疯狂的窥探 当时 我国正在发展核事业 于是 这支中队 最常到访的地方就是大西北 1月3次 那是次次不落 面对猖狂的U2侦察机 中央军委下达了一个死命令 那就是坚决消灭敌机 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因为这些敌机非常狡猾 每次被发现的时候 都会迅速离开 再加上U2侦察机的高性能 完全没给我防空部队反应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我军很快就意识到 想要完成这个任务 那就必须要抛弃此前的守株带兔战术 改为游击战 当时 我国的地空导弹部队 一直都在北京驻战 负责守卫首都的安全 但黑猫中队的U2侦察机 往往会避开北京 直接从其他地方飞西北 我军直接抓住了敌机的这个特性 来了一招引蛇出动 黑猫中队的U2侦察机起飞 其实非常有特点 一个是往西北不定期的飞 一个就是看到沿海有战机升空 他们就飞 于是我军直接在南京起飞了一架大型战机 然后还依附执行任务的状态 开始往另一个军用机场飞 果不其然 我军起飞没多久 U2侦察机就闻风而动 并试图跟踪我军飞机 我军一看这情况 当时就乐了 直接带着敌机 就往我军的伏击圈里村 敌机自视其战机高兴来 愣是一点都不担心 我军的防空步动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南京的某机场 已知低空部队已经等候多时了 从国民党U2侦察机起飞开始 我军的雷达就已经完全发现了其动向 并全程监视着 它飞过复舟 南平继续北上 确定敌机潜入领空后 敌空导弹二营的营长岳振华 直接给部队下命令 要求他们打开部队的制导雷达天性 开始捕捉目标 完成进攻准备 9月9日8点32分已倒 我导弹部队迅速瞄准敌机 直接射出三枚导弹 三枚导弹连续击中目标 又连续爆炸 直接把这架美制U2侦察机给击落 在飞机被击落途中 名叫陈怀的飞行员选择了跳伞求生 但由于离爆炸太近 落地被俘时已经是重伤奄奄一息 我军在俘虏陈怀后 迅速将其转移到部队医院进行救治 但最终由于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死亡 这场防空对决 最终以我方胜利告终 当时的世界是非常震惊的 他们怎么都想不通 为啥中国没有动用空中力 使用地面的游击者 都能将黑寡妇战机给击落 但其实当时的我国 早就启动了一个神秘的地空导弹部队 543部队 1956年5月26日 在周总理的主持下 我国决定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 和导弹研究院 三个月后 我国做出决定 引进苏联的导弹技术 当时的苏联还是个老大哥 考虑没多久后 就对中国的想法表达了支持 还表示愿意和中国 进行引进技术相关的谈判 于是1957年的9月 聂荣真 陈庚 宋任琼等多人组成代表团 抵达莫斯科进行谈判 双方在蛇战35天之后 达成了相关协议 其中有一项就是 苏联会向中国提供S-75防空导弹 并且还会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在苏联的参与和帮助下 我国第一支地空导弹员 于1958年10月6日在北京郊区成立 出于保密工作和方便两点考虑 国防科威给这支地空导弹 起了一个代号543 于是543部队就成了我国地空导弹部队的别名 就在义营成立不到三个月之内 我国继续进口地空导弹 成功加建两个义 义营和二营都在北京 而三营则在南京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 那就是保卫中国的领空安全 很快 义营的全体将士 开始接受苏联导弹营一对一的指导 同时 在和苏联专家商讨后 二营和三营的联机以上的干额 纷纷到场旁定 就是为了更快地掌握专业技能 更快地投入实弹 但是苏联方便为了防止技术泄密 所有学员们进出课堂 都不能携带笔记本 课后想复习 只能靠自己的记忆 但就是在这种苛刻的学习条件下 我军将士们 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就掌握了全部的导弹技术 并且进行了实弹训练 以99年4月19日 一应成功操作导弹 击落了8000米高空掉下的伞法 而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结束后 苏联专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中国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 地空导弹的发射技术 此后 苏联专家撤走 中国地空导弹营 开始进入实战模式 1959年10月1月 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个大日子 所以 为了保证十年大庆的空中安全 位于北京郊外的导弹二营 直接在9月21日的时候 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不是我们卑躬舍弈 而是事处有因 进入1959年以来 国民党空军就在六个月的时间内 17次利用RB 57D 侦察机 窜入大陆内地 可以说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 我们就必须提防 于是 年轻的地空导弹部队 开始出灭 他们警惕了整个国庆节期间的北京空域 不过 有意思的是 在这样重要的日子里 国民党的飞机竟然没有到访 于是 地空导弹部队的一级战备 在10月5日宣布解除 但说来也巧了 就在解除战备的第二天 国民党的飞机竟然再次不巧而入 10月7日 福建前线的雷达连紧急报告 称有一架RB 57D 侦察机在台湾起飞后 直接越过浙江朝着北京飞去 接到报告后的空军 立即驾驶尖机机 准备拦截这架敌机 但由于敌机存在高度优势 所以未能成功拦截 反而让它飞到了北京郊外 只不过 这架敌机想不到的是 在北京郊外 新生的导弹部队 正做好了一切准备 要击落来犯之敌 11点失误分时 二营发现 敌机距他们所在的位置 仅有480千米 于是 二营进入战斗状态 紧接着 12点04分赶到 敌机就进入了二营的攻击部队 迎战越振华当即下达命令 向28公里外的敌机发射炮弹 紧接着 众人就听到三声巨响 同时看到了爆炸产生的火花 就这样 我地空导弹部队 漂亮地完成了首次实战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实战其实发生在我导弹部队 刚刚成立一年之际 而这一次的漂亮击落 也开创了世界上手令 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 不过 让我导弹部队想不通的是 国民党方面明明已经 见识过了地空导弹的威力 和我军将士们的技术 却仍旧妄图侵入大陆空域 更有意思的是 国民党方面或许是觉得 RB57D侦察机被击落 是飞机不行 于是 此后的他们 起用美国的U2侦察机 妄图继续侵入大陆领空 但最后的事实证明 只要战术运动得到 不管是什么样的侦察机 都会被我导弹部队干掉 这才发生了1962年 我南昌部队击落U2侦察机的事情 随着RB57D在防空方面的战绩 越来越突出 毛主席也特别开心 并向负责汇报的刘亚鲁提出 要见见这支部队 1964年7月23年 RB57D 官兵齐齐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西侧 然后整齐划一地走进了 人民大会堂 紧接着 毛主席 周总理 朱劳宗等多位中央领导人 齐齐露面 和二营的所有将士们 都进行了亲切的会晤 会面结束的时候 二营全体将士和中央领导 一起合影留念 成了将士们最难忘的时刻